那我重生了 不可能这一定是做梦 可是这个梦 这真的好真实啊 喂 芳芳 钟哥 你在哪呢 这都吃饭了 我在家呀 怎么了 什么事 今天是你和赵倩订婚的日子 难道忘了吗 订婚 对了 今天我要和赵倩订婚 如果那个梦是真的 赵倩就会在婚宴上提出 人家十万块钱财力的要求 喂 钟哥 你怎么吃过了 我在 我在 你说 钟哥 赵倩刚才突然的去做梦的 不是要再十万块钱财力 一会儿这个梦宫吵起来了 快来啊 什么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 钟哥你快来啊 好好好 我现在就过来 怎么回事 这早高风怎么一辆车也打不到 我得跑快点 臭小子你不要命了啊 走路不长眼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有急事 我有急事急事啊 对不起啊老板 现在的人啊 走路都不长眼 行了行了快点走吧 我还有个会要开 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 走路都不太长眼了 万一碰见一个大事 正式 我给了我 好厉害啊 你吓死了 还没看到我 这 我撒过一会 王中啊 过来今晚 你再也没人 担任我们了 王中臭小子站住别跑 臭小子跑哪去了 我 儿子 妈已经决定了 过着点 是 那个是说话 且你说好 你可不能 勿告了他 你放心 病在那是 这黄三天的钱 我跟就说了 喂 我妈 中哥 麦顺的事我问了 我买家说 他们也拿不出二十万 只有十万 十万 哈哈哈哈 哟 这是王中吗 祥君王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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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这种人 你会出 我擦走了 我看见他 就 就 就 什么 什么位置吗 还不明白吗 我呀 你是听歌的人了 而咱们俩 完了 王中啊 欠我那么多钱 当然 刚才刚刚撞你的一下 和你老婆一起 咱们两千 不过 我这个人心善 见不得这么痛苦了 我就好人做到 送佛 送大心 下辈子 咱们 不见 怎么回事 我没有死啊 还好是 我 我不會這麼真實 月一號早上八點 我重生了 我早上 不是我要去救人 喂芳芳 鐘哥你到哪了 你們和周軒吵起來了你快來啊 算了有人會管的 芳芳你放心我馬上就到啊 芳芳你不能再商量商量 我們是真拿不出來 那麼多的買禮錢啊 十萬塊錢抬禮都買 他想讓我跟你兒子結婚 真是你想聽看的 芳芳 中國家裡的條件你也是知道的 把你調情指定 我問你不是負責連累的 你去看看你那五年的肯定 芳芳我就是看在跟他 五年感情的份上 才只要十萬彩禮的 所以我的威蜜 一個幫人說話 像個外人 還有一口一個鐘哥 叫那麼琴色 難不成 你們倆走就有一歲了 噓 你們倆走就有一歲了 你倆倆你看這樣行不行 我從今天一開始我就停養了 我把錢存一下了 不對了 我還能給別人打工 什麼洗衣服做飯掃地我都想 就兩年兩年就能存下十萬塊錢了 然後這些都給你當彩禮 但是今天咱能不能把這回事給你遞下了呀 行不行 很行啊 別一口一個兒媳婦的叫他這麼親熱 你兒子和我姐的事還沒定呢 這 房房房沒有 車車車沒有 就這麼一點台禮錢都拿不出來 還想替我招肥女兒 沒玩兒 你家呀 就不是誠心小姐這麼親 我們咋不誠心呢我們 那就拿出台禮錢啊 別告訴我自由 親家母我們是真沒錢啊 我實話實說 我這病啊 也沒幾年活頭了 我就想著我這臨死之前 我能看看我兒子 我兒子能接完活的也就買了我這心願了 親家母你這心心好 姐你勸著嗎 我給你跪一下了 你不能跪別在這演戲了 老闆是 真過意給我看看呀 行駛啊 我還能考慮考慮 好貴 不能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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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進來 鐘哥你怎麼殘暖呢 你承認車禍 耽搗了一下 這世上哪有婆婆給兒媳相跪的道理 我看你們一家欺人太甚 黃鐘 黃鐘 是你媽自己要跪的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我姐說得對 是讓老太婆自己要跪的 周倫 你媽誰是老太婆呢 好了好了 抽出什麼呢 說到底還是拿不出這筆錢來 來來來拿牙瓶瓶裡 這臭小子 連十萬塊錢的彩禮都拿不出來 還想娶我的寶貝女兒 這點錢都拿不出來 換作是我 嫁給狗都不嫁給他 就是 誰要是嫁給他 那簡直就是擋了八輩子雪霉了 你們都給我閉嘴 你們就是一個個站著說話無妖頭 黃鐘 你這都聽見了啊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沒錢 就是跟我姐借不了婚 周倫你小的媽在這兒給我拱火 我告訴你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一個老洋閨女的婚事也要十萬塊錢彩禮是吧 趕頭就來找我要 你怎麼不把這些事給大家說道說道 讓大家也評評理啊 你你怎麼知道這事的 哼 臭小子 我們壓的事還輪不到你來插隊 我告訴你 一天 你就是把身賣了 你要把這十萬塊錢給我抽棄了 我想我兒子跑滿身 要買買我的身 反正我也沒結合我 買我的包 今天咱們都不用買身 我要退婚 我要 退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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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 咱不能這樣啊 趙姐她是好姑娘 咱不能顧顧她 媽 您就別傻了 什麼好姑娘呢 好姑娘 她會讓你給她下跪嗎 朱哥 您有能勁啊 王兄 你長本事是吧 劉劉 他剛剛的話再說一遍 好 別說是一遍 就是十遍 十遍 一千遍都行 聽好了 你要退婚 王兄 王兄 快點 你是哪人嗎 你 一點錢就要跟我退婚 你放我錢就放時間 你能為了這麼一股錢就不像 你怎麼不能為了這麼一點錢 徐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再為 你跟徐坤那個混蛋早就容易腿了 說什麼呢 說 就給我戴了綠帽 就 你居然敢污蔑我 你 還想打我 放開我 這麼討厭 從來沒有打過你罵我 只有我 我愛你 我是今天 啊 王仲你敢打我幾 我今天會拼你 王仲 你敢打我的女兒和我的兒子 我啊 我的兒子 媽 我這是在聽您出氣啊 你不是一直有個心願 想親眼看著我結婚嗎 今天 他就可以實現了 下 做我的新娘 芳芳 下給我吧 眾多你這是幹什麼呀 這麼多人 都是現在你能欠錢結婚的 我怎麼可以 你快起來啊 芳芳 我們他今天 已經很難受了 你就先假裝答應我 這當幫我更忙好嗎 等到過了這事 我再跟他解釋清楚 什麼 芳芳 你就答應我吧 不然我就一直在這跪著 跪到你答應為止 我呢 我答應你 太好了芳芳 哎呀 芳芳 你說的是認真的嗎 我我我沒做夢吧 阿姨這是真的沒有做夢 還叫阿姨呢 芳芳你該改口了 芳芳 哎 哎呀 好熱心啊 哈哈 好啊 芳芳芳芳 你們倆被我早就有一腿了 我們倆有一腿 我鞋要強 你 好嗎 感謝各位為您此意 讓大家看了不少笑話 請各位見諒 我和我的妻子 好啊 好啊 你們倆重新棄我是不是 我現在就拿電話叫人 我讓你們更多的死 誰讓他讓他出去 坤哥 就是他這對狗男女 還有這個老太婆 他們欺負我 坤哥 明天一定要把我抱住 好醜啊 王舟 你可真行 在我的腸子裡鬧事 還欺負我的女 還欺負我那麼多錢 我看 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你的女 看來你們兩個 終於有一腿了 我知道你們倆今天結婚 但是你欺負我那麼多錢 把你的女人給我爽一爽 也算神秘些 不過這兩個 哈哈 真他媽騷 哈哈哈哈 從心往後 你隨便說 因為我跟他 已經退婚了 坤哥 快 我殺了他 是啊坤哥 這小子欺人太甚了 許坤 你敢殺我嗎 王舟 你欠我那麼多錢 我應該留你一條命 讓你給我做一輩子的苦力 但是 別讓我很不爽 來人哪 給我殺 小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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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兒子 熊哥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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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又重生了 我又重生了 喂 方方 哥 你在哪呢 在都几点了 我在家呀 赵倩订婚是吧 他是不是 又想加十万块钱彩礼 方方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千万不能让我妈 逼她下跪 我这就赶过来 还是打不到车 干什么 这瓶 这瓶 臭小子 你放命了啊 走路不长眼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有急事 急事啊 对不起啊 老板 现在的人啊 走路都不长眼 行了行了 快点走吧 我还有不过要看 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 走公都有可能重 万一不懂 小心 臭小子你真他媽不想活是不是啊 站在馬路逐間你真要找死 這小伙子你到底要幹嘛 你們不能再往前了 再往前你們就要出車禍了 我你蒙誰呢啊 你知道他是誰嗎 你知道你站在攔路一分鐘 我們要損失多少錢你知道嗎 好了快點讓開吧 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字 你怎麼知道會出車禍 我叫王忠 車禍的事您就別問了 我能預測到 預測你有徹底功能嗎 算是吧 小王啊 看在你救我一命的份上 只能說我也得報答報答 這張卡量有五十萬 你先拿著 五十萬 是有點 不知道 你願不願意到我公司 來擔任個主經理啊 啊 到您公司 做主經理 那您是 小子 你走運了 在你面前的這位 是雲城首富 長河實業的老闆 李嘉信先生 什麼 您是我的老闆 李嘉信 房房 房沒有 車車 車沒有 就這麼一點 台里錢都拿不出來 還想娶我的寶貝女兒 沒門 你家呀 又不是誠心小姐這麼親 我們 咋不誠心呢 我們 那就拿出財力錢啊 別告訴我 沒有 親家母 我們是真沒錢啊 我實話實說 我這屁啊 也沒幾年活頭了 我就想著我這臨死之前 我能看看我兒子 我兒子能見到婚了 也就買了我這心願了 親家母你就心心好 你勸勸嗎 我給你跪一下了 阿姨不能跪 別在這演戲了 有本事 真跪意給我看看呀 星矢啊 我還能考慮考慮嗎 好貴 不能跪 我媽 不能跪 我媽 不能跪 我媽 快起來 我媽 你是不是給誰來啊 上班了一下 趙倩 你們一家人真是欺人太甚 王忠 是你嗎 別跟我說什麼是我媽自己要跪 你一個坐兒騎的就看著自己的伯伯給自己下跪 我姐 趙倫 你還沒輪到你說話嗎 好了好了 抽是什麼呢 說到底還是拿不出錢來 來來來 大家評評理 這臭小子要娶我的寶貝女兒 連十萬塊錢都拿不出來 八婆就是拿不出錢來怎麼樣 我看你啊 嫁給狗去吧 我看了你這樣子都不一定要 你 還有你 算了什麼東西 你自己絕精其量你不知道嗎 嗯 還好意思笑別人 我看哪誰嫁給你才是倒了八輩子的雪妹 王主 你在這兒不會問你什麼呢 打太婆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兒子跟你平均 回事就差這十萬塊錢彩禮 老頭就來向我的鑰匙了 我告訴你不可能 你 你怎麼知道 臭小子 我們家的事還輪不到你插手 我 我告訴你 你什麼你我什麼我 又想讓我賣膳是吧 我告訴你沒門 我決定退婚 退婚 兒子 咱們不能這樣啊 媽 你放心 知道您一直有的心願 就是親眼看見結婚 今天 你實現了 嫁給我吧 芳芳 嫁給我吧 鐘哥我 唉 芳芳 我今天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你就能不能做個忙好嗎 我就先假裝答應 等到過段時間 你再跟她解釋清楚啊 太好了芳芳 芳芳 你答應我了 芳芳 你說認真的嗎 我沒有做夢吧 芳芳 這不是夢是真的 哎呀 芳芳 怎麼還叫阿姨呢 你該改口了 哎呀 好熱血 搞到不存在是嗎 果然 你們倆找個妹子 我都搞在一塊去了 這個惡心 要不要臉了 我當然要臉 因為 我們已經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你應該問問你的好女兒 在外面跟其他男人問 她要不要臉 王中 你敢污蔑我 你 怎麼 這字你還想打 放手 啊 啊 你敢拿我錢你 你 王中 你啊 王中 你 我敢聽會講人 我要你們拖死 不 許空可能會提前來 郭靈在這兒再待著 媽 你這個嗎 他就別想要幹什麼 走 今天誰都別想走 看讓他都出去 昆哥 就是他 這對狗男女 還有這個老太婆 他們欺負我 昆哥 今天你可得跟我報仇 王中 欺我那麼多錢 還在我的地盤上發事兒 好了許空 不就是欺了你點錢嗎 你現在就算算了 我總共欺你多少錢 我立刻還你 嘿 有點意思 行 你一共借了我12萬 滿打滿算 一年零兩個月 這利滾利 一八得八 二八一十六 三八二十四 八三十五八十十 這樣 你還我42萬零兩千 不過 今天比我們那兩千就算了 就當我隨份 不用謝我 什麼 我借你12萬 居然要還你42萬 還得謝謝你 你這個狗不要臉的 沒錢 裝什麼大尾巴狼 給我罩他 慢著 誰說我沒錢了 這張卡里 有五十萬 都夠還我欠你所有的賬 至於多出來的嘛 就當我給你 棺材的 死 不用謝我 不用謝我 沒事 棺哥不能放他們走 你得給我報仇 站住 今天誰都別想走 今天誰都別想走 徐坤 我們之前已經兩千了 你還想幹什麼 王中 我們之間錢是兩千 但是你今天讓我看了很不少 來人 給我恩主他 你們幹嘛 你們幹什麼 放開我 放開我 王中 剛才是你打我的是吧 是又怎麼樣 王中 剛才是你要退婚的是吧 是 王中 是你背著我 跟芳芳這個臭婊子在一起的是吧 是 那又怎麼樣 好啊 你終於承認了 芳芳 你個臭婊子 跟老娘搶男人 既然你這麼喜歡勾引男人 今天我就讓你嘗嘗 當婊子的滋味 哎 我這個姐妹想試試您的我 不 就滿足他這個當婊子的心願吧 哈哈 好啊 反正我今天也來了戲史 哈哈哈 徐坤你個混蛋 我要把你隨時混蛋 你真他媽煩 胡說 通通的就住手 通通給我住手 終於來了 您就是首付李嘉信 我的老板 原来你也是我常和事业的员工 你在哪个部门担任什么职位 我就是市场部的一个小业务员 看来呀我们俩真有缘 刚好我市场部那边差一个总经理 本来你就是那边的人 那这个总经理就由你来当 谢谢老板 对了 小王你今天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吗 实不瞒您说 我是去参加婚礼的 那是好事啊小王 你这么随手丧气的 那是因为今天的婚礼上会遇到一个坏人 他会对我和我的家人构成生命威胁 我还可能会死 什么什么人如此残酷 他叫许坤 是这一代的地头蛇 我欠了他一些钱 所以 放心小王 这事包在我身上 你先去现场 我再就着急着马 今天我要他给你磕丑认错 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坏我好事 哪个不长眼的狗在这里等我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谁当我老板的路 大神 我干 我是云北区的地下皇帝 许坤 你就是许坤 哼 我就是许坤 老小子 识相的赶紧磕头认错 细许会饶你一条狗命 敢敢对我老爷不敬 亲说 你在云北区很有名 老小子 我告诉你 云北区所有厂子是我找的 识相的赶紧磕头认错 要不我打的就回不了养老院 直接他妈进火葬场 哈哈哈哈 许坤 而且 这场的人是你才对吧 臭小子 还准硬 信不信我废了你们几个 许坤 云口的人是你 因为你得罪了 不能得罪的人 不该得罪的人 在整个云城 还有谁 我不敢得罪 哈哈哈哈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吗 他就是长河十业的老板 云城第一首付 李嘉兴 长河十业 李嘉兴 王忠啊王忠 你什么时候 能赶赶你那爱吹牛的臭毛病 就是啊王忠 上哪找这么急人呢 有钱找演员 那些给彩礼是吧 是啊 演的还有模有样呢 哎 你们刚一天能赚多少钱啊 臭小子 心思全用在外面邪道上 他要是首富 我就是歪国女皇 那我就是王子 我姐就是公主了 哈哈 既然我是公主 那这个首富 是不是得向我下跪啊 哈哈哈哈 我劝你们 是要把你们刚刚说的话都收回 所以你们就真的死到临头了 你 他们刚说的话 请你不要在意 放心 他们这些下流人说的话 我从来不会放在心的 好啊老小子 收我下流是吧 什么 我说的有错吗 守护 是后台很硬是吧 行 看看你的后台硬 还是我的棍子一样 放手 躺躺躺躺躺躺躺 还敢动手是吗 找死 你们看什么 给我上 好什么都他妈回来 就是许昆 你在干什么 就是你要让我家老爷给你磕头认错 还要把我家老爷送个土壤床 是又怎么样 不是 那就让我看看 到底是 狐头鹰 还是 狐头鹰 我告诉你 我在云北区 有上线的队友 你要敢动我一个好忙 我 我罢了你出不了这个大门 既然如此的 那我就让你死定半 你可曾经过全武风的称 全武风 当你累死后的十四倍 全武金要的 我那些打 打拼天下无敌手 全武风 全武其放 好点 倒是还有点耳声呢 全武风这个名字 说了倒是混的没人知道 不不可能 金大哥看来 他觉得你是假的呀 但那我就让我的拳头告诉你 是真是强 你啊 哎呀啊 不干不干 你啊 风月 风月 啊啊啊啊 风风个放开 不给你 你大人有家的 小人永远不是太善 你你你然不我结婚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给你磕头了 求我啊啊 你求我又有什么用呢 你 你 你把善人 你你那些云青首富 啊不不 是世界首富 饶过我这回给你磕头了 磕头了 你我磕有什么用 我用不上 你我磕头的人 小王啊 这个人 我就交给你厨子了 好嘞你走 哈哈哈 我网约 我äre 忍不住 总监 许珹呢 你这么给我磕 我可受不起 不是 你受得起 受得起 这世上啊 能给我这么磕的 持有我的亲孙子了 这世上啊 能给我这么磕的 持有我的亲孙子了 您就是我的亲眼 你還我就是你的親孫子 行了行了 許坤啊 許坤放了你也行 條件你也請說請說請說好孫子 現在就把你 這些年報高利貸賺的那些錢 都一一還給那些窮苦人家 其實那些錢治病的 聽見沒有 好好好我還我還 還有 給我離開雲城永遠不再回來 神的話 呃呃我保持一定不再回來 一定不再回來 行了 哎謝謝你 謝謝你 李總秦大哥 今天真是謝謝你們 要不是你們出手相助 自己 又要 又難不成你有九條命 哈哈 這誰知道啊 小王啊我還有一件事 今天不是你結婚嗎 我給你帶了點東西過來 什麼東西啊 來著呢 上賀禮 哎呢 上賀禮 第一件禮物 是價值五百萬的頂級豪車一輛 第二件 是全球唱風 很有一千萬現金的至尊黑卡 第三件 是價值兩千萬的山頂頂級豪宅一套 最后一件 是年薪千萬的長河實驗 經過拼任輸一份 小王啊 我這些禮物 還滿意嗎 李總 這些賀禮 都太貴重了 我不能收 這點東西上不了什麼 謝謝李總 謝謝李總 我是王陸的未婚妻 我叫趙倩 這些禮物 我就對她收下了 王中啊 我的好女婿 你真是這麼個大人物 你不早點說呢 我們呀 也好早點做準備 好好招待招待人家呀 好女婿 你不是還因為我沒有彩禮 不肯把女兒嫁給我嗎 哎 什麼彩禮不彩禮的呀 那是因為 我媽在考驗 你對我姐的感情呢 是啊 王中 媽做主了 你和倩倩的婚事啊 你分錢彩禮也不要 哈哈 張公 別磨蹭了 大家 你給我求婚呢 求婚 趙倩 你們一家人真是夠不要臉的了 翻臉比分數還要快 剛剛還趾高氣揚的 上我賣身 讓我媽給你們下跪 這 就開始求婚禮了啊 張哥 我這不是一時糊塗嗎 都怪我媽 還有趙文 他們逼著我問你 到十萬塊錢彩禮的 對對對 都怪我 好女婿 你別生氣了 是啊姐夫 以後我們一家 還能仰仗你們 夠了 我們一家人真是夠不要臉的了 方方 我告訴你們 我已經有妻子 但這是方方 方方是唯一的妻子 張哥 張 張哥 我選錯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快在我父年感情的分上 原諒我這次吧 五年 你知道我這五年是怎麼過的嗎 你真以為我不知道 你在外面到底有多少個野男人 張哥 我沒有 沒有 你真的要我把你手機里那些 跟其他男人的開放記錄 都一一發出來嗎 張哥 張姐 我告訴你 我們兩個之間 徹底結束了 我們兩個之間 徹底結束了 李總 今天 您幫了我這麼多 還救了我的家人 我給您刻度歇恩了 哎哎哎 小王 不用這麼大理 你救了我一命 我幫了你一次 咱倆踩平了 那就 謝謝李總了 但是這些賀禮 他們都太貴重了 我不能收 還請您收回吧 這些東西啊 算不了什麼 我李嘉信 一天掙的錢 比這些加起來都多 更何況 李友情說過我 李嘉信 虧待過我自己的救命恩人嗎 不不不 李總 您的好心 我就心領了 但是 我還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 趁我的家人 過程度上升 好 年輕人有志氣 我看中你 這些東西啊 就暫時先盛放著我 到時候 你需要的時候 隨時跟我說 不過呀 這公司總經理的職位呀 你不能批脫 我那裡啊 真缺少一個 像你這種有情有益 有孝心的年輕人 那李總我就答應你 好 小王啊 時間也不早了 我呀 不是就先走了 那李總您慢走 好 我來請 媽 沒放 我沒走吧 這個地方啊 我是一個也不想帶了 咱們有一天 我要讓你們這對狗男女 死無藏身之地 嗯 總哥要不 你先說吧 我還是先說吧 啊 總哥剛才好癲癇啊 還好你認識你家姓這麼個大人物 哎對了媽呢 啊 嗯 阿姨啊 總哥阿姨呢 媽說他有點累了 我說 說的是我媽 啊 好好 你其實這是 很謝謝 這 我是嗎 沒有不是你啊 我媽 可能 我趙倩那一下下跪了 我的命心 哎 總哥你真的是太客氣了 從上學開始啊你就那麼照顧我 我早就 你早就什麼 早就把你當親哥哥一樣看待了 這樣吧 嗯 對了 總哥 既然呢你和趙倩的婚事黃了 好那 特別給你吧 希望你以後能遇到一個真心喜歡你的女孩 哦 喂 什麼 現在回公司 你們兩個走在這兒啊 讓你們兩個二十分鐘之間看個幾點了 主管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倆已經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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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這不行啊 主管 您一點四十給我們打電話 這不是才兩點零五嗎 就遲到了五分鐘您至於這麼生氣嗎 五分鐘 按照公司規章制度遲到五分鐘怎麼做 不就是扣技效扣獎金扣全勤嗎 虧你的值得 哎那是工作日 今天我訂婚 而且我們倆已經請過假 還是您牽手批的呢 我批的怎麼 我自己批的我就有權取消 從早上九點到現在兩點零五 五個小時零五 按照公司規章制度 十到半小時以上 還困惡一天氣當 龐哥 你這個月的獎金 你 你 你這麼指著我想幹嘛 想打我 信不信我讓人是太主意 太過分 說了風哥 你就忍忍吧 別受邀請 我知道你媽看病也要嫌 結婚也要嫌 你要是不想全家人路上街頭 就給我 這 說了說了 別廢話了 今天把我們叫鬼了到底什麼事 當然是有重要的事 我剛剛收到消息 今天有一個大人 什麼大人 值得你這麼著急把我們全都叫過來 當然是了不得的大人 別問那麼多 總之今天我們部門的人 必須全部到齊 張超 你為了自己出風頭 把我們兩個折騰過來 你還是個人嗎你 方舟你別太過分啊 實話告訴你 今天要來的這位大人物 就是我們的新總經理 待會兒我就把你頂裝上司的事 一五一十全告訴你 讓他看 新總經理 那不就是我嗎 新總經理 那不就是我嗎 你 就你臉 鐘哥你沒事吧 你 這幫人是賞品 幫你算 主管 鐘哥他沒有胡言亂語 他真的新總經理啊 你腦子也說問題 不用那新總經理啊 現在就把你們兩個開除了 免得你倆在新總經理那 給我胡言亂語 你趕了 看我說 不不去啊 啊啊啊 我算是明白了 哎 是不是你今天這個未分期 不去啊 少管閒事 風仲 你想想人家那麼漂亮 怎麼看得上你這種窮鬼 受不了打擊精神失常 就趕緊回家 窩著 別在這到處亂說 你是新總經理啊 主管 你真的太過分了 怎麼 你還護著他 看著 不是方法 其實你長得也不錯 何必跟這種窮鬼在一塊 我呢 可以不開 只要 你肯做我的相散 只要 你肯做我的相散 以為再給你加兩千塊錢工資 怎麼那麼烦 王中 你他媽敢打我 人家不光要打你 我還要 為了你的家伙 是看你這個銀魔 我還怎麼囂張王中 王中 跟這個死銀魔 一秒鐘也待不下去 好 中哥 想走 沒那麼容易 來人哪 來人 想幹什麼 是幹什麼 想讓你死了 我家 是 幹什麼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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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銀魔 我聽你又怎樣 四哥 怎麼樣 四哥跑上我 受的銀魔 那我就讓你們見識 什麼 真正的意思 那我就讓你們見識見識 什麼才是真正的意思 你 你看 放開我 你別過來 什麼事 你不准動他 你瘋了好幾個說不動 沒什麼 偏要動 哎呦 你 弄得了 你別過來 吵吵 你混蛋 想跑啊 沒那麼容易 你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受不了 你 你別過來 吵吵 吵吵 我殺了你 吵啊 我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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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瘋了 哪個王八大會老子好事 哪個王八大會老子好事 秦大哥 這怎麼回事 啊 趕緊把人放開 放開我 情況下 你您怎麼來了 怎麼 歡迎我 不不不 歡迎 我不歡迎嘛 我要再不來 這市場部 就被你給翻了天了 沒有沒有 沒有啊 還說沒有 我親眼看見你挾持人質 還非理與同事 請我家你誤會了 誤會啊 你的意思 我眼瞎 我看錯了呗 不不不不沒這意思 他們這個肩膚嚴婦在公司裡亂搞 被我撞著了 他還打我 後來我就叫人把他摁住了嗎 是這樣嗎 哦 對對對 哦還有 他這婊子勾引我 就為了長兩千歲 看著您來了 他在看著賣慘了嗎 哎 你們兩個隨便了啊 這可是股市長家的勤管 勤管啊 最恨你們這種人在公司裡亂搞了 是嗎 你啊 大刀 聽過的啊 你怎麼還打我呢 打你 打你都是聽的 我現在恨不得把你拉出去做碎了位狗 為什麼呀 為什麼啊 你還有臉問為 我站在你面前 你都敢說假話 你黑不會 請我家我沒說瞎話 是哈欠打的我也是哈勾引的我嗎 你還敢嘴硬 不是不是請我家我不敢 我不敢說是是究竟是怎麼樣的 收入 說說這不是吧 咱們公司啊 新總經理要過來 我就讓他趕緊回來了 他得遲到了 按公司制度 哎 按照公司的規徵制度 公司的哪條制度 允許你這樣處罰的 那我兩個還頂撞上次嗎 然後我就 所以你就把女同事的衣服 那 沒有 我不敢了新管家我不敢了 我真不敢了 還不想跟你廢話了 我問你 你知道新來的總經理是誰嗎 請我總經理是 就是他 就是他 是他 這小子 新公司總經理 怎麼可能呢 請 請問你你什麼搞錯了 你開玩笑了 誰跟你開玩笑了 怎麼知道 告訴你今天早上我和董事長差點出車禍 要不是王忠兄你救了我們 我倆就沒命了 他現在就是我倆的大恩人 誰要不是敢怒他一個憨呢 黃忠 總經理 我我知道錯了 對不起我知道錯了 張超 翻臉比翻數還快 總經理啊 我永遠不是蔡山 你原諒我吧 原諒你 你把方方都欺負成這個樣子了 還想讓我原諒你 方方 方小姐 那個 我知道錯了 你你你你把我欺貼總經理行不行 我真的知道錯了 還想動手 總經理啊 我知道錯了就饒了我這次了 饒了你 是饒了你這一次 還是饒了你這無數次 誰要想挑釁女同事 是從今天才開始的嗎 張超 你走來走去偷看女同事的胸口 又是誰 對上上個月新來公司實習的女大學生動手動腳的 還有 財務的徐姐 人家孩子都快上大學了 是誰給人家半夜發騷擾短線 害得人家被折磨的受不了辭職了 說 這都是誰幹的 好啊 你倒是不打自招了 不不不不 不是我不是我 張超 我作為新總經理 上陣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被開除了 給他逮著去 不能是啊總經理你不能開除我 我超虧虧了 現在還欠別人兩百多萬呢 我不能沒了這公關 那是你自己活該 你們兩個 總經理 總經理我真的錯了總經理 總經理饒了我爸 總經理 好啊 方方你沒事吧 我沒事中哥 其實都怪我忘了給他們交代 說總經理就是你 還害得方方姑娘的人女心 沒事秦大哥你不用自己 我現在已經沒事了 哎 現在 這次找我 是有什麼事嗎 哎呀搞了半天 正式都忘記跟你說了 哎呀 搞了半天正式都忘記跟你說了 王中 老爺有事找你 讓你趕緊去總公司一趟 秦大哥是什麼事啊 今天中午公司來了一位姓錢的老闆 要跟老爺談一點什麼關於人工智能 AI的事 俩人還吵起來了 哎我來的時候俩人還叫板呢 但具體是因為啥事 我也 你只能 錢嗎 哎 算了算了 你別研究了 咱倆趕緊走 老爺一會都著急了啊 好了現在我馬上跟你走 方方 看來李總那邊是有要事 我快就會回來的 我會讓保安看好他們 不要整成了一個混蛋 別騷擾你 好忠哥你去吧 工作要緊 好了現在給我們走吧 哎 你就穿這身 也太隨意了吧 你這還有沒有別的衣服 清大哥 我就這意識 算了 咱們先走一會兒哥給你買一下啊 這好 現在 忠哥您說小心啊 好 清大哥 這身西裝一看就是高興過 有多少錢 不貴也就十一萬 什麼 十一萬 大江兄叫什麼呀 這裡的老闆可都是身價上億嘛 就這條小錢 這大不小叫啊 可是行夢哥 這也太貴了 不知道我從走到大的衣服 超過三百塊錢 十一萬太奢侈了 我告訴清大哥你放心 我錢 我一定還給你 我還怎麼 只要你好好的為老爺做事 這點小錢 暫時再說了 你現在也是身價千萬的總經理了 總得有一順好的行動啊 可是 可是誰啊 你今天早上不光是救了女子 你也救了我秦鋒的病 你認為秦大哥是那種遮不破的啊 那就 謝謝清大哥了 快走吧 好也等到急了 哎老底呀 要等著什麼時候 再等下去 天就黑了 老爺 先坐下來 我等著人馬上就到 老爺 你先坐下來 我等著人馬上就到 還等了 都等了一個小時了 你看 現在三點五十了 還有一個小時就避世了 你要等著什麼時候啊 說了嗎 是讓你多少急 再把人急了 就不能改變你的脾氣了 我脾氣急 老李啊 你呢 你要是怕了 就制度推出這個人工智能投資項目 不然 我讓你輸得欣服口服 哎 你看你又急 從上學了 到現在 都幾十年了 你這脾氣就不能改變 好好好 我不跟你急 咱們先說好了啊 股市里一百億的本金 誰掙的錢多 誰就贏 誰就可以拿下這個 人工智能投資項目 租的欣服 租的欣服 不是吧 我是跟你別好 可是他不是沒到時間嗎 還沒到吧 只剩一個小時了 難道你要等到只剩昏中山路是嗎 不是 我看這高人馬上去了 老李啊 你老了 真的老了 就投這麼點小錢 還要請個什麼高人 我怕我是被江湖騙子給騙了吧 誰說我是江湖騙子了 誰說我是江湖騙子呀 王總你終於來了 不好意思讓你久等了 市場部那邊 出了點狀況耽搁擾了 沒事沒事來了就好 第二位是 來來來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是前世集團的總裁 錢朗 我的老表演 這位啊 是我的市場部新任主經理 王總 我的私人顧問 錢朗你好 完美博工請您多多指教 好好 指教 可不簡單 只求王大高人 以後不要讓我弄得太久了 實在抱歉 實在抱歉 那這位是 這位是 錢朗的私人秘書 錢有才 有才 這名聽著就喜慶 一看就是能發大財的人 機會 我可是世界體 集團家學員 經濟與社會雙方式學 學的可就是真本事 你不會講 好啦 既然人到到齊了 那咱們就開始了 開始了 什麼開始了 小王啊 今天你給他幫我 幫您什麼呀 李總 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 看著那個請準備 我的老同學 財力啊 和我不相上想 現在我們倆同時看中了一個 以便宜的人工哲人體 誰要是操縱了 未來啊就能夠主宰 人工智能市場 價值不客 我要這個項目 我們要設了個局 各處一百億 誰要輸在今天下午的 股市裡震得多 你自己就拿下這個項目 輸得退出 啊 李總您打算把這一百億交給我 讓我來操盤 對啊 不然我要你來講啊 李總您就不怕 我把您的錢都給輸光了嗎 哎 我相信你預測的讓我出去 絕對不會賠 哎呀 可是李總 如果我害您 又賠了錢 又丟了項目 那我可得哎呀 我保證 即便是丟了項目 也不是我的加薪了 還不至於衝到在乎這點錢 我要思想科 再把我家父鬥一鬥 呃李總 那您讓我好好想一想吧 神功智能 嗯 一千億 哎哎 李總 您說的那個收購項目 該不會就是M國微笑科技的那個收購項目吧 哎 李總 您說的那個人工智能項目 該不會就是M國微笑科技的那個收購項目吧 你怎麼知道 這個消息啊 只有各國時報和頂級財場才知道是略不消息 普通人是不可能接觸到的 哦 我懂了 你又預測到了 你醒了 果然藏著一手 不是 李總 這個項目他有問題不能投 為什麼不能投 這個項目 我已經派人詳細調查過了 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投中了 未來 一定能夠賺三萬億哎呀李總 我就實話跟您說了吧 這微笑科技和M國的手腦他們串通一氣 假的數據和假的科研成果 把我們都給騙了 什麼 怎麼會是這樣 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 你是從哪裡得到的 我是 不行 不能告訴李總 我是從生前從新聞上看的 這樣他肯定不信 我是預測到的 您要是相信我 就把這個項目叫停吧 我相信 這話呀 要是旁人說 我肯定不信 你救過我的命 我瞧見你 相信你 老前 這個人工智能項目啊 咱不能再投了 這個項目有問題 有問題 你別這樣嚇唬了 老前 我沒騙你 這個微笑科技的科研成果和數據 都有問題 不能投 哎呀 你又在想什麼樣子花樣呢啊 在股市上你鬥不過我 來忽悠讓我自己退出 我告訴你 不可能 哎呀 小王你來說 是這樣的 這M國的手腦和微笑科技串通一氣 他們用假的科研成果和假的數據 忽悠大家投資 其實內部走中心虧空了 打算 拿著錢就跑路了 忽悠 天神忽悠 你為什麼要忽悠你的呀 微笑科技的資料 我們已經派了好幾部的調查 完全沒有問題 他們的想 未來價值幾萬億 你不會想讓我們 不信專業團隊的調查 而相信你這個江湖騙子 不怕 行啦 行啦 你想呢 看著到底是魔鬼 沒想到 進度下忽悠人的外形 李總 有這樣的人 你啊 你跟這個李主義一樣 哎算了算了 被我們也說不通 叫咱們的人趕緊撤回來了 我們再把海事擴大 好 喂 現在給我爸 所有關於微笑科技的項目 全部齊了 給我爸 關於微笑科技的所有項目 全部齊了 老李 你演戲 眼上眼神了吧 誰在給你演戲 喂 什麼 是真的嗎 錢總 我們的人說 長河實驗的人退出了金標 現在我們是不一有實力 收過微笑科技的財團了 哈哈哈哈 老李啊 哎呀真的是假戲真做啊 既然如此 我就無客氣了 要幹什麼 李總監把錢送給咱們 你是啊 現在 全收過微笑科技 我要成為人工世人的皇 好 現在開始 給我全力收過微笑科技 不能投 老錢 不能投 你不掙錢 還難得不讓我掙錢嗎 那是別人做的局 老錢 你就請我一回券吧 聽你的 聽你的我能有今天 老李啊 你演戲 演啥了吧 哈哈 等等 我們兩家之間不是還有個賭約嗎 我們之間不是還有個賭約嗎 哎 哼 那是為了這個項目 現在你們已經退出了 那這個賭約 還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 難不成你們想辦法 我可告訴你 自己裝的迷 再有 演戲 不 我不是想的 微笑科技的項目 你怎麼這樣說 一定會 我要跟你們賭的是 你們也有最主 憑什麼 算 因為我們好 為了我們好 趕緊收起你那套江湖騙樹 在這個房間站著的 哪個不是見過大洪大浪 你那套 過弱 行了 就算這個項目真的被你說中了 有什麼問題 那用的 做生意本來就是有賺 再說了 這一千億對我們錢總來說 我建議你呢 還是去路邊就是你他 錢總 我們走吧 再不走 我為高人就是 血亡之災了 好 我有辦法 錢總 難道 你叫高相 錢總 那 你叫高相 看來即將法有效 錢總 您和李總的財務 不想想下 但是世人 卻只記得我們李總 你的膽 您就不想打敗李總一次 撐平自己嗎 哼 李小子 先用跡象法 我告訴你 只要我收購了這人工智能項目成為為了世界之王 愛了你的李總 錢總 沒錯 您的收購微笑科技 是因為我們李總 自己退出 什麼呢 哎 大家只會說 是李總念在老同學的份上 上 說什麼呢 就有話 說的有說嗎 你 哎 小子 你厲害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好振興 好 那我就好好的陪你玩一玩 讓你和你的李總 說的是心腹口腹 讓人 把微笑科技收購 請一下 秦總 您真打算信這個家伙的股話 股話 但這一次 我們一定要贏 我先說下規則 這次雙方各持一百億本金入場 不許做空 不許加槓桿 不許買入自己 或對方公司的股票 以免作弊 大家還有問題嗎 我沒有意見 我沒有問題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如果我們輸了 我們就放棄收購微笑科技 但如果我們要是贏了 我們又有什麼收貨呢 對錢總來說 贏了 就是最負身 錢總這兒 是沒有 可我贏 如果我贏了 我讓你貴子 磕三個小頭 並叫我三生爺爺 好 我答應 好 我示範 我們怎麼會負責 我 把錢拿進去 要賺 這不就是 每天就 这你就太小二科了 我要入股的是黄金和水泥 你小子是要笑死我吗 还黄金和水泥 你赌不赌黄金 现在M股和Y股正在赌 他们双方都在用黄金换外汇 来更补股资 导致现在的金价比原先低了30% 你还敢赌黄金 还有水泥 这个玩意能吃吗 能解决当天的国际形势 这你就会赌吧 战争今天就会结束 黄金价格必然会上升 而水泥则是用来赚黄金 你说停战就停战 你以为你谁啊 这仗都打了一年多了 正是双方将棋的时候 现在就算是外星人来了 也不一定会停战 不用外星人 只要这其中一国的首脑 会干得不行了 M国首脑痴迷战争 今天就会被人暗杀 这样一来 战争立刻就会结束 差言不谈 一国首脑 是你说啥就啥的 我懒得跟你废话 浪费我的时间 陈总 我们现在要立刻买入 大豆玉米 小麦和原油 这些东西 在我资金的价值下 肯定会打成 好 陈总 我现在要买过黄金和水泥 请您典力支持 有啊 你就放心大半的干好 我相信你 小子 看到没 你买的黄金和水泥 可一直在跌呢 时候还没到 现在这个抄底的时候 我看不是抄底 是抄顶 嘛 天总 我们的大豆玉米 小麦原油 已经又涨底了 就这么一小火 已经占了十个月了 干得好啊 我还 我没看出你 什么 你们把世界良价 怎么吵到这么高了 是关乎世界百姓的生计 怎么吵到这样 会饿死成千伤万的人呢 我 我喜欢吵到什么价 就是 我一屁 你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不得 我希望剩下的钱 便宜便宜良价 和这个世界中 吃不上饭的人 进入心意 什么 有错 只要在这个世界上 人少饿死一个人 无论再多的钱 我都会 我以下心了 什么都没有 就是钱最多 好 谢谢你总 和我刚上市了 高价卖 你就满肉 再低价卖 既然你喜欢我 那我就陪你好 好玩 既然你喜欢我 那我就陪你好 好玩 你这些 我全要了 并且 美股再提 百分之二十个家 我倒要看看 能吃多少 我买 这些货 我全都买了 加价 我倒要看看 还有多少钱 我买 加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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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 臭小子 哎嘛 就这么一会儿 你已经给李总 输了五十亿了 哈哈老李啊 看来也找着人了 我买这点钱了 我李家信 好不至于做不做吧 谢谢李总 不过我不会让你赔钱的 现在是四点四十三 还有两分钟 两分钟 什么 两分钟后 你跑路 我跑路 谁跑不跑路 我只知道 再过十几分钟 就有人要给我磕头 就没了 哈哈哈哈 别得意的太早 太早 就这么点时间 我就不信 你还能到他 什么 A梦国手脑 被击杀了 A梦国手脑 被击杀了 被击杀了 五分钟前 世界上最强大的A国宣布参战 像A梦国发射了数十枚救济导弹 A梦国手脑 被炸死了 怎么会这样 还不止如此呢 这次A梦国首都的国家银行 也被导弹击中了 其地下金库中所藏的数千吨黄金 也都化为乌勇 你再看看金价 已经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了 还有国际组织也宣布会对双方 进行战后重建的援助 这重建嘛 就需要水泥 再看看水泥的价格啊 也上升了百分之六十 这 我差点被你小子吓了一跳 就算你买的这两个东西涨不了能怎么样 最多也就是把你刚才赔的又赚了 可我啊 已经赚了四十个亿 你拿什么跟我比 你还是乖乖跪下 喝毒叫爷爷吧 别急 再看看手机上最新的消息 什么 由于战后重建和今日股市波动 A国和国际组织同时宣布对交战两国 进行无偿人道援助 两亿吨粮食 并注资股市压低良价 怎么样钱的刚才 你的那一百四十个亿 现在只剩不到七十个亿 你这 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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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干得好 虽然赔了几个亿 但也算是我们对世界做贡献了 这钱花得值 谢谢你 不过我怎么会害您赔钱呢 咱们这次啊 不光没有赔钱 还大赚了一笔 说 拿什么赚 之前说规则的时候 说不可以做杠杆 不可以做空 不可以买双方的股票 但是没有说 不可以买七指 我知道咱们两家 在股市里面这么一斗 必然把这个股市炒得 风生水洗 所以这七指 可没有直线上升 我就拿十个亿 普通买了七指 现在啊 整个七指指数上升了 三百点 也就是说 李祖宁的那十亿 已经变成三百亿了 三百亿 好小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 哈哈哈哈 怎么样老钱 这回 你输得 幸福可福了吧 臭小子 我记住你了 电话 让我们的人 停止收购微笑科技 喂 我是钱董 微笑科技 不要了 全部都撤出来 别问为什么 再磨蹭你们他们 全部都个滚蛋 别生气嘛 老钱 下手又没做说什么 何必要开启他们呢 我的事不用你管 还有你 好 好 我告诉你 咱们 还会再见面 那 好 我 小心 真是让我关我声音了 李总 您过场了 你不要谦虚啊 我家信 自在我掠人无数 还从没见过 有人在短短几十分钟里 就只有三百 小姐 今天晚上 陪我好好喝一杯 不 不行 我这等会还得要进 怎么 不肯定的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能陪我家修客酒的 不超过十人 而且都是他们吃我 可是你怎么 可是什么 走得走 不行 不能吐 这就八十多万一瓶 要吐也得到家里 拿瓶子装起来 这好酒 是不醉人 但是也架不住 跟李总那么喝呀 你说这李总 他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能喝呀 难道说这 有钱人的酒量 就跟他们的钱似的 胜足见底 算了 我还在等我呢 今天开始 我要自己守自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是怎么回事 哎哎哎你干什么 放了我快把我放了 你们状怒我干什么呀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啊 叫什么叫 我们把你跑来 人家还不知道你是谁吗 哎哎哎 你把我干什么呀 快给我放了呀 放你啊 你以为我把你放 放你啊 放你啊 别想今天下午那么嚣张 看我现在 收拾 看我现在 收拾 啊 不是吧 难道我又要重生了 别别别 钱我猜 钱大哥 哎呀怎么有事 好商量啊 商量 商量 今天下午出镜了 还我被钱总网的那么惨 怎么跟你商量啊 嗯 蔡大哥 蔡大哥 您消消气 消消气 咱们 这有事 各位请主 饭吃 饭吃 好啊 你小子终于承认你是一件无骗的 嗯 说 你小子他哪来的 我他哪来的 我 他娘快乐来的 给我拼嘴 正在你那边我说我说 我说 我说 你说 说 我 啊 就是 现在反正算命题 给骗骗老婆老太太什么的 你想终于承认了 说 你是怎么认识李总的 就是今天早上 李总他路过 我算他有虚光之在 不让我给蒙对了 于是李总特别信任我 还让我当他的总经理 本来我不想当 他却非要我当 你小子既然这么能算 那你有没有算到 今天会有血光之灾啊 别别别 住手 住手 陈总 陈总 这小子都招了 就是个江湖片子 今天的事都是做梦的 我就听到了 你就是王宗吧 嗯 是 我就是王宗 说吧 你跟李佳琪是怎么认识的 陈总 说了而且你也都知道了 我跟李总真的是瓶嘴相逢 他出车祸 被我给蒙对了 我们就不认识了 就这样 就这样他就这么相信你 对 就这样了 看来 你是不是咱们说实话呀 你说实话 咱们我说的是实话呀 行呐 别在这装呢 你家信什么样的人 他长得忙了 别活如今 你在这小倩说 蒙得了他骗谁了你 我说的 确实是真的呀 好 既然你说的是真的 那留着你也没什么用呢 好啊 现在冒 冒什么事 不是我说我说 管了 不想听你的鬼话 其实我是 穿过来的 其实我是 穿过来的 穿越 哈哈 小子 你怎么不说你是神仙将士 普渡众生 哼 天长 你听到没 这小子嘴里没一句实话 我看 还是让我一棒 他打死 我这次说的真的是真的 我真的是穿越过来的 要不然 我怎么知道 金价会涨 梁价会跌呢 蒙的 你给我蒙一个试试 你们想啊 像李总和钱总这样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 他们的财 超过了全世界财富的一大半 那些小国都得看你们脸色形式 大国也得拒你们三分呢 但是 事实确实 这世上依然有我知道 而你们不知道 这不就足以证明 我是穿越过来的了吗 因为我重生之前 这些事已经发生过一遍了 所以我才知道 你编故事编才有名字有眼 你编故事编才有名字有眼 我看 路的人不想糊涂了 还是让我一公子打死你 说 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 你是怎么过来的 是说时光机器还是会法术 我 寄负时光机器也不会法术 我是 被人打死重生来的 被人打死还是重生 小子 我看你是看小时候看多了 你给他走嘞 继续说 嗯 千总 我的背景您肯定也调查过 我就是一个丑头 每天 九九六升级零零七 这个月就挣那么几千块钱 既要给我妈妈要吃病 还得准备结婚的彩礼 所以就趁了一屁股的债 坐车 对 他和我的未婚妻赵天搞在了一起 结果他们 合计开车撞死了我 于是 重生到了今天 然后就坐下了差点出车祸的 底层 底层 就把我教训了这帮家 也让我当心了解惊 什么就是啥 车祸的事 你就都知道了 是 是 外卫的什么事你就知道了 什么 我这 说了 都放了我吗 可以啊 不过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钱总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只要你能放 我 得跟我干 你得跟我干 什么 你让我背叛李总 你想不想 这绝对不行 什么 难道还委屈的不成 李嘉信给你什么待遇 我给你三倍 不给你十倍 陈总 这 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钱总跟你说 那是看得起 你想你最大意 不然我打断你的跟腿 哎呀打吧打吧 你打死我算了 大不了我 你打死也不会给他李总的 你 你就要怎样才答应跟我干 什么条件 你提吧 陈总您就别问了 你想想 如果不是李总这么看得起我 帮我报仇 还给我这么好的工作 我可能 就要永远现在 这打死也被打死的不限轮回中了 所以旅行旅行 我都不可能被判李总 您还是打死我吧 大不了这次重生之后 我不参与你们之间的不服 这样我们就永远见不到 好啊小子 那 打死你 你来吧 打死我吧 你之后我就又是一条好汉了 好啊小子 我现在就打死你 看你到底怎么重生 可是 忘了他 谢谢陈总 谢谢陈总 谢陈总 傻之恩 我这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了 哎呀 老李呀 哎知人算认太多 还得让你给赢了 什么赢了 什么赢了 其实总您跟李总之间 还有什么过法 哎 小子 李总 一旦停起来了 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 晚辈 这样 发生 我李嘉兴呢 其实也是几十年的老交情 我们上同一所大学 同年纪 同班 同树子 在班里啊 我是经济天产 他是理财高手 于是呢 我们一开计合呀 一月一号 一开了家公司 就是一旦的成熟十月 我当时韩子 他过于是 我们努力经营了 就不到几年的工 把公司市值啊 就超过了百亿 就这以后啊 我为了公司的发展 和全体造成 我开始做起了军事生意 还可他 不同意呀 还联合其他董事一起 把我这个总裁给罢免了 哎 还假心的说什么 这都是为了武国好 这个 我支持这个 贩卖军火就是在贩卖战争 会有无数的人因此丧命的 钱总 您做的确实不对 你懂个屁啊 你懂 我这都是为了公司 你想到 你年纪清新呢 就跟你家新的老家伙 一样的余余是我啊 就算我不做军火 别人同样也会去做军火的呀 同样是赚钱 别人可以赚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赚呢 钱总 是这样没错 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 还管不了自己嘛 所以不要让我去赚用别人 别染红的钱 我宁死也不 你 就像今天 还是借凉价 有多少人会饿 一组不忍心 钱总 难道你就忍心吗 钱总 你的良心就不会痛吗 哇 哇 哎 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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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钱总 钱总 你见识一下 我这就回车里给你拿药 啊 人家钱总就是那个 因为少传病发生意不及时的 去世的神秘富豪 哎 等等别去车里了 车里没有药了 你 你 你快去开车 我来把钱总背过去 好好 等等 我解开一下先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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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陈总 你醒醒啊 你的大安大德 我还没来得及报呢 陈总 哎 你一个大男人呜后体体成什么样子 而且陈总还没死 不要被你哭死了 你懂什么 我才就是从球山沟里出来的野孩子 小时候全家人 连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 初中都没念完 更何况大雪 好 我遇见了钱总 是他初次 跟我留学读到博士 还给我机会 留在他们身边 真放在二十年前 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这快得 清电样对的 都是你 钱总没有理恒心 害得他孝顺病发 你知道吗 在我们那儿 整村整县的孩子 都是钱总的住的 那些人还打着 就让他们去打吧 赚他们的钱 用来资助对世界有功的人 难道有错吗 钱总说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钱总 现在是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钱总要是有什么三成两把 杀了你 老钱 老钱老钱 这到底是好 老钱怎么出来就飘上面 跑到住院 黄总 你跟我说 这到底死你没回事 对不起李总 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陈总生气了 我不知道他有这病 不然我不会让他生这么大气的 这也确实不能管 你又不知道 老钱老 你说你 这一千天的 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你就不能把 那有些事情交给这些后生 一把年纪了 到处跑 最后啊 把自己落得一身病 对你有什么好啊 我知道你 好胜心情 你心想赢我 可是也不能这样 他们那些人说你不如 其实他们都知道 其实啊 你各方面都比我强 有时候啊 我真的 很赔 佩服你 从不放弃 从不认输的 这件呢 这辈子我都比不上 一千 我都想 只要你能挺过这一关 我就把长科事业 重新教你 你的那些股份呢 我都还给你留着呢 老钱 老钱 你说话呀 咱们 还有那么多心愿没留 读大学的时候 咱们就说一起重修母校 到今天 你还没回复呢 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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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老钱 你醒醒呀 老钱 老钱 你说话呀 老钱 老钱 别咬了 我听着了 别咬了 我们会笑话带着 给你带着 老钱 你醒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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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再也不行了 一半三秒 在学生中看女生学早就生了个童子 还用心情开玩笑 看来呀你真没事了 哈哈哈 陈总 您能醒过来真是太好了 王总啊 你看见我醒过来 是不是不太高兴呢 啊 怎么会呢 陈总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呀 我呀 这个只知道吃人一些馒头的招老头子 陈总 刚才是我误会您了 还请您原谅 哎 傻小子 我给你开玩笑呢 你说的那小话呀 我怎么记得 还有啊 这小子说过什么吗 我完全忘了 那就 谢谢陈总 谢谢陈大哥了 老你啊 这小子不错 你说这钱便宜了 哈哈 年轻人嘛 肯定比咱能干 哈哈哈哈 你看又真强好胜了 哈哈 睡着了 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今天这是男的女的 我哥 你去模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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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真的想我做 哥哥 就是我 我早就想 什么 原来芳芳喜欢我 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怪不得从上学那会开始 他就一直配合很好 难道说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业 哎呀 你真笨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冲哥吃了 不行 冲哥 芳芳 芳芳你怎么了 芳芳 找着他激悟我 没事没事 有我在别怕 从梦而已 芳哥你怎么 这么晚才回来 李总那边 出了一堆事 哎呀就算言良语也说不清 你等了我这么久 肯定饿了吧 嗯 该的你吃东西怎么 我就没吃东西 我让你把她吃了 我市场 你像我 小匙 你今天 可能是什么 就说 你 人家 咱们 不让你吃了 你不得不想 你哎呀 你不能够尽 先伤心 今天 光级总是有300个亿 什么300亿 那得是多少钱啊 公哥 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呀 他的一个老同学 他们要抢个项目 于是约好了的不是一个动作 结果是谁也没赚到 但是我知道 他们这么多肯定 我们整个是 风生熟气 这样其实也会直线上 于是 就准备买了10个亿的七纸 就这样轻轻松松帮李总 劝了300个亿 哇 周哥 你太厉害了 哎 不不不不 这不是武艺艺艺艺艺吗 怎么这么晚下回来啊 这后来 李总背叠拉着我去喝酒 他拿着那个酒都没见过 喝着也没什么感觉 但是李总说 八十多万呢 所以我出来之后 都一直没敢哭 是什么浪费了这样的好酒 就只能是憋着 然后就慌慌悠悠的这么一直走 一直走 太好笑了吧 那之后呢 之后呀 那个笑 那个是不咬这种 是毒素的战夷 这种 如果给你 是假的 从这些 咬这些 你什么 我看 我看 你我看 你 你怎么知道 你我看 你我看 是谁弄勞 那麼大黃天花兒之下的居然在房間裡 鳳哥我們還是找智安隊吧 我都說了沒事 而且這些訪證我的女主真的要打死我 崇拜女中哥我 入獲呢啊 那你答應他們了嗎 當然沒有啊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不是李總 我今天肯定要被 許坤的女主蛋給打死 我當我上車請驚 更沒有辦法教訓張超 所以我肯定不會背叛李總 跳躊他們呀 嗯這才是我認識的中國嗎 有心有意之人同胞 這時候把我抓去的一個人 突然就笑成病話差點就死了 趕緊把他背到醫院去 機會就醫及時 可就真的出人命了 哼那是要不改 反正 發生了很多明明的事 這怎麼用 是 是啊 我們做夢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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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中哥 你和蔡倩子會失狂了 你以後帶他走 怎麼辦 沒有想 嗯 畢竟你們都談了五年了 說算就 別提了 這五年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他根本有一天喜歡 就是喜歡錢而已 好吧 對 對了中哥 這個 也還給你了 等阿姨變好了 我們就拿手清楚 中哥你現在呢 你是身價千萬的長分 時間總經理了 未來啊一定會有 很多女孩子追你的 希望你以後 也能遇到一個 更加喜歡 嗯 怎麼 怎麼 你這眼是你陪在我身邊 我想跟你說 說什麼 我想說我 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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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又重生了 我 我 我怎麼又重生了呀 哈哈哈哈 難道說 這 我沒被人打死 只要時間一過十二點也會重生到早上嗎 哎呀 這可怎麼辦呀 難道我就要 一直陷在這 無限的重生裡面了嗎 我都還沒有機會向芳芳表白呢 哎 哎呀 我怎麼能這麼蠢啊 老天竟然給了我這樣無限重生的機會 我就應該好好珍惜 去做那些 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去愛那些我真正愛的人 嗯 我要اجative 廖師 wave 和 census Teraz 我在家呢 訂婚是吧 赵茜 又要十萬塊錢 彩禮是吧 你跟他們說我馬上就來 記住 千萬別讓我媽給他們下跪 我現在這些年輕人 走路都不能注意 萬一碰見一個大 相信 現在在演戲了 基本是 能過一股我看看呀 情緒啊 我還能考慮考慮 好跪 不能跪 哎呀鄭哥 今天好驚險啊 還好你認識你家信這麼多大人 哎那媽他累了我就就行了 哈哈鄭哥你怎麼知道我要問什麼 什麼都知道 你心在死我也知道 那你說我現在想什麼 讓我猜猜看哈 在想 在想從什麼時候去看 上學那會兒 其實很孝敏 把我當親哥哥看待了 對嗎哇 你怎麼什麼都知道 當然知道 哎鄭哥我怎麼感覺 那不是不太一樣啊 有什麼不一樣嗎 嗯 就是 哦 對了鄭哥 既然你和千奇的婚事黃了 那這個也給你吧 希望你以後能遇到一個 真心喜歡你的女孩 是 哎呀 什麼 啊 好 要是跟你說說我寫 我寫 你還真管 嚴家啊 讓你們二十分鐘歸了 看看現在幾點都給我兩點八了 哎哎 公哥 怎麼打人呢 王中你怎麼會打我啊 我正在替你抱歉了 好 你什麼神經病吧 我怎麼著好了我碰他了 現在沒碰不代表你過去 將來沒碰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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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傷心的 公哥 王中 我那麼惹你了嗎 啊你來踢我 你哪裡 哦啊 既然你問起來 那我就好好跟你說道說道 是誰有事沒事在公司走來走去 專門偷看女同事的胸口 又是誰 對新來公司兩個月的女大學生 動手動腳的 還有 兒子都快上大學了 是誰辦 發騷擾董事 搞得人家受不了折磨 辭職了 說啊 你倒是說說看 這都是誰幹的 這件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是怎麼知道的 公司就這麼那點地兒 你幹了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好啊王中 你他媽監視我 監視 你還用得著我監視 你就這發著獨光的眼睛 走到那人都知道你是個大陰魔 王中 你 你什麼你 我看呢就是路上遇見條母狗 你都不會放過 好啊王中 你敢這麼說 行 你今天假期取消 從九點到現在五十多小時上放公算 你這個月的獎金 沒了 你覺得我在乎那兩錢嗎 這兩錢 哎你媽住院結婚彩禮每個不是錢嗎 我媽生後住院當然有錢 我 我不打算結了 不打算結了 哎我看不是你今天進婚的未婚妻不要你了嗎 我告訴你不是他不要我了 不要他 哎呦 王中 你老是這麼毛病嗎 你有什麼資格不要你 你個人跟我玩軍權勝利啊 我有什麼資格 就憑我現在是長河實驗市場部的總經理 什麼資格 就憑我是長河實驗市場部的總經理 就憑我是長河實驗市場部的總經理 你腦子沒發生嗎 師傅 周哥他腦子沒發生他真的是信總經理啊 我看你腦子也燒糊塗吧 這麼著我我看心思情理也快來了 好 你們倆 防止你們在這胡說八道我把你倆都開除了 你敢 哎呦 作為你頂頭燒糊有什麼不敢的 你 哎呦我總你他不害怕我 就打你怎麼招了吧四姨母 來人啊 來人啊 你咋給我抓起來好好的修理修理 誰敢 我可是現在 我這試試 別停下手讓你給我抓草 呦 哎 你不說我贏 先討兵看著什麼東西 我 好 跟著個輪流 是 人生 還有十秒鐘 十 有 五八七 四三 二 一 你們這在幹什麼 你們這在幹什麼 情況下 你怎麼來了 什麼 歡迎啊 怎麼能不歡迎呢 我要是再不來 這事 就被你給翻了天 沒沒沒 不可啊 你說不可啊 親耳聽到你要非禮儀不是 下情況下就誤會了 啊 那你的意思是我耳朵有毛病聽錯了唄 不不不不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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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他 他 他 他們兩個在公司裡瞎搞這 被我發現了嗎啊 他還有證據呢 他勾引我就為了賺公司了 告訴你嗎 你倆死定了 這是董事長 請管 請管家最看不上就是你們這個在公司的 亂搞關係的 是吧 哎 你還要打我啊 你還要打我啊 把你都清了 更不得把你拉出去剁死的味道 為為什麼呀 我這不也是為了新總經理啊 素卿經濟的不良氛圍嗎 為了新總經理啊 你知道新總經理是誰嗎 就是他 就是他 什麼他 這小不是不新總經理啊 你沒跟我開玩笑吧 誰跟你開玩笑 今天早上 我和董事長差點出車禍 要不是王忠兄弟救了我們 我們倆早就沒命了 你現在 他就是我和董事長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敢欺負他 董事長 不是 總經理啊 我知道錯了 我 我永遠不是太山你饒了我吧 饒了你 你剛才不是還很囂張嗎 還想對方方 你都怪心思呢 黃小姐 我 你你把我騎 替總經理求就行 我真的知道錯了 哈 我作為新總經理 給你安排的第一件工作就是 開除了 這條股費的那兩百萬 你什麼 啊 這也是啊 哎總經理我不能沒在這份工作呀 那是你自己活該 那 我就 哎 不是 總經理啊 哎我知道錯了 你咋知道錯了你饒了我嗎 哎呀王龍 鬧了半天正事都忘記跟你說了 金大哥 你想說什麼我已經都知道了 嘻 哎等著 這衣服真好看多少錢 不會不會 二十多萬 什麼二十多萬 不欠不欠我得趕緊給人家還回去 看見方方 沒事 給你花點錢 就沒什麼 啊 忠哥 我知道你現在是身價千萬的超合 職業總經理 可是 咱們又不是親兄妹 這麼多花錢 我們還好嗎 是 我們不是親兄妹的但是 我是那個最重要的人 這話什麼意思啊 回頭再解釋 他們會馬上就要開始了 拍賣會什麼賣會啊 你上學的時候 是最喜歡外國花家卡 你來的一份嗎 哇你這個還記得 當然記得 今天這次拍賣會上 就是卡西的一塊在拍賣 所以呢 我帶你來就是為了 我拍了送給你 可是 卡西的花那麼貴 希望會有商量 沒事 只要你開心啊 太多了錢 不會受得起 嗯 好吧 走吧 欣大哥你要說什麼 我已經從頭知道了 哦 你都知道了 知道些什麼呀 是不是有一個信錢的老闆 為了一個人工智能項目 和李總在股市里面鬥法 幫助 你是不是怎麼知道了 哎你真神的呀 這算什麼 之前老爺說你有特異功能 我還不信 現在我信了 錢大哥 你回去告訴李總 這個人工智能項目 他不一定要 因為運營這個項目的微笑科技 和M國的首腦 他們串通做了獎的數據 所以這就是個火坑 天吧別往裡跳 好 還有和李總鬥法的那個錢總 他還會繼續要這個項目 你就讓李總 繼續跟他在股市里鬥 他最好 那這 老爺都沒贏 新大哥你放心 我已經替李總小老一半了 就是這個 新大哥 我們吧 行 我這就回去告訴老爺 來 房仲 這話你為什麼不自己讓老爺說呀啊 因為 還有更重要 行 房仲你放心 我一定轉告老爺 哎 新大哥能不等 哈哈哈 打打他 哎 幹嘛的 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香巴老爺來搜尋了 趕緊呢 說話 這不是拍賣行嗎 我來買東西也不行嗎 是拍賣行沒錯 但是你知道這裡的東西多貴嗎 是裡面這種人買得起的嗎 我買不起 我告訴你 我是長河實業新任的市場部總經理 年薪千萬 還有這張卡 裡面 一千萬現金 怎麼樣 夠不夠 買你這兒的東西啊 長河實業 還總經理 我呸 臭小子 你吹牛也不到草稿 隨便拿張卡就說裡面有一千萬 來來來來 看到我這張鞋沒有 我說他裡面長十個億 你信嗎 什麼態度 我就這個態度 來這裡的人哪個不是非富即貴 別看你穿的人模狗樣 說不定你這身衣服啊 就是脫了 你 算了吧 中哥 那是回去吧 聽到沒有 趕緊滾 哎 你他媽殺呀 扯到我邪了 你他媽殺呀 扯到我邪了 江少爺 您怎麼來了 臭小子 趕緊過來跟江少爺也道歉 不然啊 當你吃不了兜著走 是你推我 嘿 臭小子 明明是你自己走路不斷眼鏡 那也什麼話 說吧 把我的鞋子踩髒了 喂 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是這個保安推了他 你在踩到你了 哎 你可不用好的呀 我可什麼都沒有做 小子 趕緊過來 把我的鞋踩乾淨了 對不起對不起 他不是故意的 我來給你擦吧 所以我 你誰呀你 憑什麼讓我給你舔鞋 還不知道我是 告訴你 臭小子 一共聽好 江海江少爺 是雲城江家的大少 身家過癮 趕緊過來舔鞋 啊 原來你就是那個 經常鬧口紅的江澤大少 一個敗瞎子 憑什麼這麼面前 叫我小飛 你敢罵我 我讓你在雲城混下去 雲城混下去 雲城混下去 算了哥哥 我們是來買畫的 我還蠻有事 對不起對不起 我先就把鞋給你擦下去 好 好了你看 這還差不多 江沙爺 還沒會馬上開始 您請進呢 車友的 要不是我今天有急事趕著走 吃不了兜著 還有你 把這個門給我看好 不是什麼下三段先跑了 都可以進 哼 聽到沒有 趕緊捧呢 算了忠哥我們還是走吧 卡西姐的話我們還是不要了 就憑你們 一下買卡西姐的話 真是讓人笑掉大雅 別說你們真的有一千萬 卡西姐的話最低起牌價是一個億 你們夠起牌價嗎 嗯 你別看你爹家 還想讓人看看 忠哥 可是我們錢都夠懂的啊 放心 自由吧 我說韓家主 你看今天這個架式 看上去還是蠻不錯的吧 對 就是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的東西 嗯 聽說有一個什麼叫 古董的青花瓷皮 青花瓷皮 還有一塊田荒池 田荒池 呃最重要的是啊 聽說有一幅卡西姐的油畫 什麼卡西姐油畫 那可是個國王是真相追捕的好東西 那可不嗎 卡西姐大師 那可是歐洲中世紀的藝術大咖呀 天啊 哎 你說也奇怪啊 你說這人都死了幾百年了 怎麼還那麼受追捕呢 這個藝術上面的事情我們不懂 但是據我所知 卡西姐的每一幅油畫價值都在一個月上啊 就不知道今天他的起拍價是多少 誰知道呢 反正肯定不便宜 是吧 哈哈哈 哎呀這不江少爺嗎 怎麼在這裡遇見你呢 你去找你去找江少 江少爺啊 今天什麼風把你一個吹來了 啊不是他們說 這裡有個那個什麼卡 卡西姐 啊我知道卡西姐的油畫嘛 所以你來看看 哎呦江少 你也知道今天拍賣會有卡西姐的畫呀 都知道嘛 家裡的老爺子 從點意識啊 啊 所以就來看看 如果真的有好貨呢 江少爺 江少好孝心啊 是啊 江少爺 要是江老爺看到這幅畫 一定會對你大家讚賞 那將來 江家家族之位 那是非你莫屬啊 過獎 過獎啊 他出來的要還不一定 哎 江少爺拿你畫 江少出馬 這幅畫一定是在必得 是啊 江少爺 只要你出馬 一定能夠拿到這幅畫 在雲城 誰不知道你江少爺的威名啊 那死 在雲城得罪了江家 拉他死定了 那就 從門關門的解呢 哈哈哈 今天這幅畫 我是在必得 對 就是這個臭小子 哦 這到哪兒來的 他也要買卡基結的話 你說怎麼辦吧 要以我說啊 找人把它打個半死 刪出去 以我看呢 先把它手腳打斷 再扔到狗籠子裡 這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啊 我們在研究 怎麼對付鄉下來的圖狗 哈哈哈哈 算了中哥 你們是來買畫的 買畫 大言不慘 你有那麼多錢嗎 當然 這張卡里 三個億 有三個億 什麼 三個億 這麼有錢 這小子 什麼來過啊 這張黑卡 這個 我就是那個全球 中型的至尊黑 至少要存夠一千萬才能有 我家裡也有一張 不過我這個怎麼左看右看 跟我那張不太像 是不是假的 瞧瞧這副雄酸鴨 我身上下加在一塊 我會超過一百 就這種貨色 他會有至尊黑卡 我呸 臭小子 至尊黑卡 你都敢造假 我看你是不養活了 是真是假 無念 驗了那都不用 既然你敢說出這種大話 也指不定這是一張 有道理 又或者是減的呢 就是 既然你說你沒有三個億 那我給你打 如果今天你用這張卡 在現場拍到的任何一件 拍賣品 用這張卡刷卡付款 那我就給你跪下 叫三生爺爺 并給你嗑三個小偷 好啊 別答應他這麼乾脆 如果這張卡刷不出來錢 你在現場沒有拍到任何一件拍賣品 那你就要做我的能力 我要把你拴起來當狗羊 你還能像著任何一點拍賣品 你就要當我的能力 我要把你拴起來當狗羊 好 好各位來賓請大家錄坐 我們的拍賣會馬上就要開始了 江哥我在雲子上上柳圈子那邊 從來沒有見過車家 我敢肯定他就是一騙子 對 江少我們都看好你 行了行了趕緊開始吧 這第一件要拍賣的物品是 國寶金花瓷 說起這金花瓷呀 這可是我們的國寶 是用進口的蘇麻梨清料 在陶梯上繪畫後 用透明用燒製而成 造型的端裝典雅 在古時候啊 這可是皇家的供敵 而現如今呢 像這樣畸形完整 且造型優雅的金花瓷呢 已經非常非常少見了 對答今天咱們這件金花瓷品 幾拍賣 五百萬 有沒有人出價 五百萬 好的江少爺出價五百萬 還有沒有更高的 我出五百五十萬 我出五百五十萬 好的這位先生出價五百五十萬 還有沒有比五百五十萬更高的 我想認得出價 你都能出 為什麼我不能出 好 好想 你喜歡玩是吧 那我就好好陪你玩 五百五十萬一次 六百萬 好 六百萬 江少爺出價 六百萬 六百五十萬 好 六百五十萬 這位先生再一次出價 六百五十萬 八百萬 哇 八百萬 江少爺出價 八百萬 還有沒有比八百萬更高的 九百萬 九百萬 這位先生再一次出價 九百萬 有沒有更高的 江少爺 再一次我開業區 你真的不太害怕嗎 那你起不自由 你閉嘴 九百萬一次 九百萬兩次 九百萬一千萬 我沒有聽錯吧 好的 我們江少爺出價一千萬 還有沒有比江少爺出價一千萬更高的 沒有的話 一千萬一次 不由的 你不是想聽叫 能不出來 本來就不是我要的東西 給你玩法 你怎麼敢罰我 不敢不敢 江大少 你真爽 誰敢跟江大少叫下 一千萬三次 恭喜江大少 拍得國寶 金花紫 反正你要是拍不到東西 小宋 靠你 下一線要拍賣的物品是 獸山 田皇石 俗話說呀 一兩田皇 石兩斤 這田皇石啊 色澤溫潤 耀眼睹目 那真可謂是 石中的極品啊 它的價值呢 都是按客來計算的 傳說 在末代皇帝 曹王的時候啊 滿宮的寶貝都不帶 就隨身攜帶了兩塊 田皇石 所以這田皇石的價格 價值 大家 若想而知 那今天呢 這塊田皇石 重達 413克 每克 10萬元 所以體牌價 4130萬元 有沒有無價的 這塊田皇石 真的不錯呀 是啊 江少 可惜太貴了 你有什麼打算呢 嗯 4100公元 好 這位先生出價 4130萬 還有沒有更高的 怎麼 看上這塊田皇了 你說呢 好 偏僅 4500萬 4500萬 江少爺出價 4500萬 有沒有比4500萬更高的 4600萬 好 這位先生出價 4600萬 五百出價 這說 我也想給李總 五千萬 五千萬 江少爺出價 五千萬 還有沒有比五千萬出價更高的 5500萬 六千萬 6500萬 七千萬 七千五百萬 八千萬 真的 八千萬 台湾不比八千萬更高的 一 我們知道 雖然秦大哥給的那一千萬 我買了七支 但這錢 還得留著給方方買畫 我繼續 你 沒成就別的工具 臭小子 你等著吧 你就要成為我的奴隸啊 還沒有到最後 八千萬三次 恭喜 江少爺再次拍得 炎黃十一塊 恭喜 恭喜 江少爺 你從小啊 好的 今天呢 我們最後一件 也是我們 最後的 壓軸拍品 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 卡西捷的油畫 開口 哇你快看 那不就是 你最喜歡的卡西捷的畫嗎 哇 這幅畫比數是好看一百倍呢 是嗎 好看的話 我給他開起來送給你 老師這幅畫也太多了 公主也開下給你 沒事 只要你喜歡 我會心急一些的 很開心的 大家商量好了嗎 現在我們要開始競拍這幅畫了 幾拍價 一個億 有沒有 我出一億 好的江少爺果然 快人快語 率先競價 還有沒有比一個億更高的 一億千萬 一億兩千萬 一億三千萬 一億三千萬 江少爺出價 一億三千萬 還有沒有比一億三千萬更高的 這咱們 只想著這幅畫 有指向 一個時候 說不得時候 還是沒有錢呢 看 一千萬 一億五千萬 一 三個億 對於這幅畫呢 我沒有什麼想說的 受盡無數富豪的追捧 人類最結束藝術家的作品 請拍下 一個億 由於呢 這幅畫作 過於珍貴 所以呢 我也可以給再做一點點時間 考慮一下 是否要參與出價 來了 江少爺 你看 那就是卡西吉的畫 哇 這就是 自己的名畫 果然不一般啊 這幅畫是日在地上 現在是我拍了 我拍你 我拍你 這就照顧我照 啊 我來這樣 不是照顧我 我這裡只有 奇怪呢 我也 過了 好幾 我 謝謝 讓這個小子給我當狗 三個億 三個億 這位先生出價三個億 直接刷新了卡西姐所有過化作的最高價 鄭少 這這個怎麼辦啊 你快想想辦法呀鄭少 不要吵 我真的想 三個億兩次 三個億三次 恭喜這位先生還得卡西姐的油泡 太好了謝謝鐘哥 怎麼樣 有的人都給我貴上 我還沒有刷卡驗證的 主持人在雲城 這種身家的人我全都認識 但是我從來沒有祝福他 我懷疑他的卡刷不出來錢 我要求驗出去 呃既然是江少的要求 那這位先生麻煩您出示一下銀行卡 我們需要驗證 好 驗就驗 刷卡失敗 刷卡失敗 哇 你腳弄完了 你拿一張卡卡 想騙我們所有人 好 這 可能 我已經過了5點 其實應該已經錢算了 這 這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事 你小子就要用我當狗啦 哈哈哈哈 这位先生 如果您还拿不出钱的话 您刚才所拍得的拍品将会留拍 而我们也将会对您进行起诉 现在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要再好一次 你还说什么话呀 那妈就一杯钱了 就是 没钱还在这装逼 学人买艺术系 不配 你小子死定了 我要把你关起来当狗也好 让你永远不能再去牛逼 做那些狗 汪汪的架 哈哈哈哈 哎呦呦 啊别动中了他都受援我 你看你怎么喜欢这么一个谎话筋呢 我见游连呐 再给我动摊一下试试 打我 杀 付款三亿元 付款三亿元 付款成功了 这位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 可能系统有延迟 您是我们开卖会的贵宾 也请您不要介意 我考虑对你什么话 成功多好 成功也好 呃 也有可能 股市结算有延迟嘛 那还是麻烦您 帮我办理一下手续啊 好的好的 请您抄的 我马上就去为您办理 啊 就要提醒我 态门 太好了 重哥 不就 我跟你说我有三个义 非不信 还要跟我拿走怎么样 现在信了吧 可以给我 快想磕头了吧 你这边人还要先放下 你这边人还要先走了啊 這也沒別人了 江大師 可以下跪 想我給你下跪 沒門 您這是要反悔的 沒想到這雲崇江下改年幸運 要毀在您手上 好 你給我等著 芳芳我們也走了 不管你告訴我 還好 我現在見面了 草哥 這畫真好看 是 媽 媽 小妹你們怎麼在這 別叫我媽 你又不是我孫的 阿姨 芳芳 這二位是 這是我後媽 這首小妹 啊阿姨好 妹妹好 哼 小狐狸进又在外面勾三搭四 哟 我的好姐姐 确实眼光不错嘛 小哥哥是哪家的公子啊 留个联系方式呗 我呀 哪都比我姐姐强 小妹 你干什么 哟哟哟 还护起神来了 我 我和周哥只是大学同学而已 但既然是大学同学 你招什么劫 人家看上谁还不一定呢 方言 你说什么呢 你什么意思啊 哼 我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啊 你别站着毛坑布拉屎 瞧瞧你这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你呢 哼 臭表子 我看跟你老死去的骂 一样扫一样见 哼 你们 你们怎么说话 我看得上谁看不上谁 我抬着 我们家人今天都在 告诉我 我今天你这个事情 我已经正式想方方求婚了 而且方方答应你 是吗 啊啊 是的 什么 你这个臭表子 竟敢瞒着家的人 和外面的男人自定中心 真是一根仙草插在了母牛份上啊 我不想再听你们胡说八道 既然这里是方方的家 既然这里是方方的家 既然你们给我立刻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还管起我们的家伤 这顿房子 就是我们方家的 我看 要滚的人 这里吧 算了钟哥 你别跟他们吵了 这样我都已经回家了 你让人先回去 听到没有 赶紧回 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我在外面再跟你找一个住人 这样 你就不用再说这两边的气了 是 嗯 老婆 你还在犹豫什么 你已经不是从前了我了 你还进去犹豫好 你不再凶事和人欺负的 好 钟哥 那我们走吧 臭表子 你敢 可别忘了 你和江家大少爷 江涵 可是有过婚约的 你和江家大少爷 江涵 可是有过婚约的 是 芳芳 你居然跟江还有婚约的 我没有 钟哥 我都不知道呀 哼 不知道就对了 你十岁的那一年 你爸就和江家立下了婚约 至今你爸公司经营困难 继续有人来注资 你爸说了 现在是时候 让你去和江家联营 什么混账老爸 有困难居然会卖女孩 你算什么东西 竟该管我们家的事 芳芳 我们芳家可对你不保 现在家里有困难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 芳芳 江海是什么货子 咱们今天都是见错的 千万不能嫁给她 我决定了 我绝对不会嫁给张海的 老家 江里女儿去嫁吧 哼 真是悍得悍死 闹得闹死 跟江家立下婚约的又不是我 我想嫁人家还不要呢 芳芳 你可要想清楚了 江家可是云神的一流家族 多少人 挤破头 都想嫁着江家 哎呀我想分手了 我不嫁 董哥我们走 哼想走 怎样的容易 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通知江家大少爷 马上就来接人了 这回呀 已经到楼下了 老婆快走 走 往哪走 往哪走 臭小子冤家路窄啊 怎么快又见面了 江海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来接我的未婚妻 这儿可能有你的未婚妻 你刚才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是吗 是 你和我 江头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下午的时候让你出进了房子 你以为你逃贵劫了吗 就算是现在 我一样可以把你关起来当狗羊 你屁 干 干这个 你以为是吧 好 我就当着你的面 慢着 小孩你敢 小美人啊 放开我 让你久等了 放开我 既然我们有婚约 那就不来那些俗套呢 就在这儿动房吧 你怎么做 啊不要你走开 上海已经混了 我要杀了你 你杀了 还没有人要这么说 你不知道这云城的剑 就是我江家的天 云城的天 什么时候改姓江了 云城的天 什么时候改姓江了 秦大哥 秦管 你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 怎么 我不能在这儿里 啊 您可以在这儿 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 你有所不知 这个人 想我都一分妻 还充言不逊 我不肯就怎么放了 想你都一分妻 放屁 芳芳和王公兄弟 能成婚 他们才能成婚 结婚 怎么可能 和我家老婆亲自走 来死我恨 这人不会有家 不管你不说 人鬼是不会放的 江大少 啊你看这是谁 啊 不是这东西 你过来 谁让你做最长和实验之人呢 不是吧 是什么 不是我就和你断定不死关系 江大少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放人 走 啊 不 你老 你皆捆着 这事我都在跟你们好好说那个 你今天下午的那些预测 什么外公员造成 什么咪 easier 还有那个棋纸 最重要的是 微笑科技一爆出造假 钱先生立马就笑诊并发 幸福及时送医 就 就因为你的这些预测 一一成了真 所以老爷才安排 五派人来就保护你 那真谢谢秦大哥了 谢什么谢啊 老爷还让我带他谢谢你呢 这李总真是太客气了 好理系啊 彼此参合企业的人 为什么不找我脸索呢 是啊姐夫 你这么厉害我都要有崇拜你了 秦大哥 哦 你们就是方家人吧 你们的方氏集团就没有长河 实验不俗过 告诉方凯 但是 赶紧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混下去 吃一吃 告诉方凯 赶紧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混下去 还有 还有 这我 已经被我兄弟王冬门吓了 跟你一毛钱 你滚 是不是我们这几个 王冬兄弟 时候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别 秦大哥你再多留一会啊 是啊秦大哥 我做好饭你这再走呗 不用我已经吃过了 你俩新婚之夜 我也不方便过多打搅 我就先走了 祝你俩 幸福很快乐 那 秦大哥你不上慢点 嗯 这个 秦大哥他不吃 做给我吃吗 我是饿了一天了 我太饿了点了 嗯好我先就去做饭 江大少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呀 走开 心情 心情不好 那我想让你 王冬 实则把你剁了胃狗王冬 江大少说的 可是这个王冬 就是这个臭小子 还有那个叫芳芳的 迟早弄死他 实不相瞒 江大少 我和这个狗男女也有仇 其实他 是一个人 我有个计划 现在就可以报仇 什么计划 快说 好 又找你说的 哇松芳芳 报仇机会来了 真正 张哥 你好了吗 烦张 办做好了 好我马上就好 喂 方芳 赵 招欠 你有什么事 双方 我欠了人家十万块钱被带住绑架了 我知道你家庭还不错 十万块钱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事 你现在能不能带着十万块钱 来男生费了救我 双方 这是你自己的事 救我 双方 我的好姐妹 我求求你了 你也在咱俩从小一长大的份上 你就帮我最后这一次吧 这 求求你了 好吧 在这是最后一次 对了 你不要告诉王冲啊 我太太担心 好 张宪 张宪你在哪 我把鞋给你带过来了 张宪 小海 胖胖 胖胖 人呢 哎 喂胖胖 王冲 我胖胖的手机为什么会在你呢 你真还不明白吗 这个表子现在在我手上 张宪 别碰我 你看到方方一下是 不如想救这个表子的话 就来拦交的费了 我愿意你一个人 要是你敢通知秦峰和你 扎起了哭了 你江海 喂江海 你还给我放了 时间不多了 你一定要等我 啊 江海 江海你给我出来 啊 江海 放放 江海 出来江海 啊 走開 小子 還給我放了 放 你老子有問題 今天把你幹個 我再回去 哎你咬什麼我 現在趕緊給我跪下磕頭叫爺爺 我給我一下 周哥你快走別跑 吵什麼咬臭秒子還不跪 也該死嗎 我跪 楊楊 楊楊 瘋 柯哥 給我使勁的咳 楊楊求你放了他吧 楊楊 楊楊 我可以靠你放了 你現在一邊點就將一邊瀑爐爬過來 我的 不要 忠忠不要 真是解气啊 王忠你去死吧 王忠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忠哥 忠哥你受傷了 沒事 我先幫你把繩子解開 忠哥你真是為什麼要走 我都沒事 你沒有時間 什麼呢 別 謝謝 不想對你說 我喜歡你 一直都會喜歡你 忠哥 其實我一直都喜歡你 我一個人是都喜歡你 我 不想 不想是不想是自己 我可以想你 沒有時間 我只能是真的 不是 我平常 你如果你是就是 悶聞 你不敢 你不敢